Google之前被爆出配合中共研發審查版的搜尋引擎蜻蜓 遭到自家員工強烈的反彈 美國國會也表示關切 後來Google執行長承諾不會進行 但仍然被外媒爆出 仍然持續的暗中開發 我們總是在世界各地組織 在努力提供這些資訊 Google CEO皮彩去年在國會做出承諾 但美國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 週而報導 Google沒有要求蜻蜓計畫的員工立即轉換工作 反而要求他們先完成手頭上的蜻蜓相關工作 報導說 Google員工調查發現兩個分別名為 茅台以及龍飛的手機應用程式 程式碼仍然在不斷的更新 現在大約有100名Google員工 被歸入與蜻蜓相關的預算當中